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身为人母》 第一眼看到这个电影名字 感觉像是一部教育片 百度给人的照片都是各种体味 让你觉得这是一部情色片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你会发现 这是一部很有深意的剧情片 导演拍摄很是精妙 安静的镜头下把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美妙的镜头语言 没有太多华丽的噱头 寂静又深沉 本片一共有两条发展性 一条主要讲述家庭主妇沙拉和家庭主妇布莱德 胡爱琴又有觉悟地回归家庭的故事 另一条讲述 有一个为所谓成年前科的男人 罗尼被释放 大家对他的态度导致的悲剧 故事的开始 电视新闻报道着罗尼被释放 周围居民感到十分不安 纷纷发起抗议 并成立了一个关爱儿童的组织 沙拉和一群家庭主妇在一个花园里晒太阳 但是沙拉并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八卦 她的女儿露西也不喜欢和别人玩耍 但是沙拉觉得她需要出来透透气 另一边 独自陪着孩子玩的是一个父亲布莱德 这些家庭主妇们很看不起她 机缘巧合的两个小孩子在一起当秋千 这帮家庭主妇打赌让沙拉要布莱德的手机号 在交谈过程中 两个人互生好感 布莱德的妻子逼迫她通过司法考试 压抑的布莱德一直没有耐心学习 在一天晚上遇到了拉里 拉里带她参加了橄榄球队 布莱德觉得自己在球场上得到了释放 布莱德的妻子是一个性冷淡 没有性生活让布莱德觉得十分烦躁 沙拉的丈夫沉迷黄色网站 经常对着各种女优打飞机 两个人的家庭生活让各自感觉压抑 在这样的环境下 约发想念对方 沙拉在去陪孩子游泳之前 订购了性感的泳衣 在游泳池旁偶然相遇的二人 情愫涌动 但是没有太多进展 罗尼也来到了游泳池避暑 大家仿佛看到了怪物 罗尼被警察带走之前 被伤的控诉自己只是来避暑 但是没有人相信她 一个人犯错不代表一直是坏人 警惕心是需要的 但不必如此的行动伤害她 忽然下起了雨 布莱德决定送沙拉回家 沙拉邀请布莱德在家中避雨 两个孩子因为玩得太累 深深地睡去 布莱德看到了沙拉书中 夹着她的照片 赫尔蒙冲动下的两人 在洗衣间发生了关系 布莱德经常晚上出去打橄榄球 并在球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拉里每次打完橄榄球回家的路上 都会到罗尼家门口骚扰一番 其实拉里才是那个最讨人厌的 她在一次错误判断中误杀了一个男孩 布莱德即将参加法律考试 但是布莱德选择和沙拉去约会 沙拉把路西托给别人照顾 其实路西是很喜欢妈妈的 只是很多时候她有一些自己的小任性 沙拉也变得不耐烦 布莱德的妻子在儿子口中得知了沙拉的存在 于是邀请沙拉一家做客 但是在做客期间并没有什么破绽 自从那天起 布莱德的丈母娘对她寸步不离 终于布莱德有机会出门打橄榄球 为了胜利投进了关键的一球 在这一刻沙拉为她呐喊 布莱德意外又激动 两个人约定一起离开 在球赛结束的时候 拉里邀请布莱德喝酒 但是布莱德没有去 拉里因为冲动跑到罗尼家大闹 罗尼妈妈和在拉里争吵的过程中去世了 罗尼妈妈给她留了一封信 告诉她做一个乖孩子 沙拉在小院子里等着布莱德的时候 遇到了罗尼 在聊天中了解到她的妈妈去世了 沙拉与路西走散 在崩溃中 找到路西的沙拉 醒了过来 决定回家 布莱德再来的途中 和一群年轻人玩滑板摔伤 醒来以后 第一个想到的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 拉里在小院子里看到了罗尼 并向她道歉 罗尼因为妈妈的话 把自己给淹了 拉里把罗尼送到了医院 全篇结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